来 宇佳 欢迎演员王子晨 演员卢锡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两位重量级的主创演员将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们可以说是我们张廷大队长和雷宇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聊机 热情的掌声话不声 送给赵紫棋老师 江洪波老师 欢迎 欢迎 紫棋姐 来 紫棋姐 中间请 中间请 来来来 您中间请 稍后我们的江洪波老师也将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见面 好 那接下来呢 首先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和我们上海的各位朋友打一个招呼 来 导演 大家好 我是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各位好。 您贾老师可以把麦克风谷推大一点,谢谢。 上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江之王的编剧贵官,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谢谢。来,紫棋借给大家两个招呼吧。 上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影片当中江里真的扮演者赵紫棋,很高兴在这见到你们。 欢迎,欢迎紫棋姐来到我们的上海手艺里的现场,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江湖老师,来,你站到自己的身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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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好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我是梅雨妈妈的扮演者,江湖初。 欢迎,接下来我们宜伯和上海的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梅雨的扮演者,欢迎宜伯。 宜伯和上海的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梅雨的扮演者,欢迎宜伯。 大家好,我是在军中热爱扮演者,夏宜伯。 欢迎,欢迎宜伯。 大家好,我是长宫之王,实际人同感的扮演者,王子晨。 谢谢。 谢谢。 上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宫之王,李小航的扮演者,李温如新。 大家好。 得嘞,来,一博。 大家好,我是雷雨的扮演者,王一博,谢谢大家。 谢谢。 想问一下是非小队的成员们,因为歼20是属于国之重器,一般人都见不到嘛,更别说坐上去了。 想问一下大家第一次见到歼20,真正做到歼20是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跟家里人炫耀一下。 王一博老师,可以先说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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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博老师,我还记得有一场戏的时候,我们就是歼20停在那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在轮着去合影。 对,就已经是主角了,歼20在那里面。 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直张着大嘴巴,然后瞪着眼睛,然后一直绕着飞机转啊转啊,就看不够。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征第一的这种性格,他听到我国自主研发的隐身战机的时候,那这种吸引就已经第一步是已经吸引到他了。 他到了试飞院,成为试飞员之后,然后在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之后,他觉得肩上的担子也会越来越重。 他也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更好的保卫我们的祖国。 嗯,好,谢谢,谢谢一博的分享。 呃,确实时间。 我想一下,雷宇扎着一个面子,最后去看大队长的时候,他这种行为也是能理解和感受。 其实这个小便在出现第一次的时候,是雷宇看到张大队跟那个魏宫,在一个两个人间间的打赌。 然后这个小便倒到雷宇首位的第一次,是在第一次飞皮拉威的时候,雷宇的一次跳伞。 嗯,雷宇认为,我两次险截是应该调控的问题,但是张大队又把飞机也飞回来了。 这证明了,这个飞机是他有飞回来的可能性。 对,所以通过那一次也是让雷宇一直留着那个小便吧,直到最后带着那个小便上飞机。 其实等于是带着张大队一起带上飞机。 嗯,我觉得也是对张廷大队长的一种缘怀的方式。 但是跟上海的朋友说一下,你们既然提前两天看到了,张廷大队长做出那样的一个选择,大家千万不要剧透,好不好? 好! 把更多的感动。 呃,他变成了识别人,包括第一次的跳伞,包括第一次的跳伞。 第二次的跳伞跟张大队,雷宇都不会去想对父母说的,提起这件事情。 因为父母一定会担心自己的。 所以雷宇一直都有一个愧疚感吧,对于父母。 但是到了第二次跳伞之后,雷宇觉得肩膀的弹子越来越重了,他真的是不能够背。 所以必须要完成张大队,甚至所有客战人员的使命,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所以我觉得可能当父母看到日常这么的见识的话,也没有办法去拒绝吧。 所以只能说,想非都非吧,注意天气。 但其实这个注意天气的含义,其实就是小心,但是父母根本不知道你在空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险情。 他们只是觉得天气好,是不是就可以安全降落了。 但其实作为事对员来讲,空中太多的险情。 好的,谢谢。 然后让我们大家格外的感动和动容。 其实雷宇也说了一句,我不得不飞。 一定要做出心中非常非常笃定的那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也想听一听一波怎么来理解这句话,这句话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雷宇那个时候的处境的话,比较像是忠孝男两全吧。 然后其实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感受也是很大的。 因为跟两位老师是第一次见面就拍了那场戏, 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妈妈抱着我,就是你怎么生成这样啊。 那是第一场戏? 对,对。 其实那一下带入感就很大。 姐姐抱着我就很那种失声的痛哭,像真的自己的母亲一样。 然后再到吃饭,然后父亲的眼力,然后妈妈的心疼。 这场戏演下来是很带入进去的。 我相信肯定是洪波老师跟姚洛老师也给我们的一波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种感情的这样传递。 也想听听姚洪波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场戏。 刚才听一博跟我们说,好像是三位第一次见面就拍了那场戏。 对,我们第一场戏是雷宇从阻廊过来,主则双拐。 因为从一博身上和眼睛里面就已经感受到了雷宇这个角色的这种的冲击力。 特别有代入感。 我也很高兴跟姚洛老师合作。 她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就是我们三个人合作就非常非常的默契。 而且从第一场戏到一博的这种的代入感,让我一下子入戏了。 刚刚一博在讲她的那种感受,其实我那天那场戏我是,她讲的时候我是有画面的。 确实是特别有冲击力。 也真是心疼。作为母亲来讲,看儿子受伤,这份心疼,这份牵挂,这份说不出来的这种的是支持还是带她回家这种的感觉。 我是阳光开朗大的孩儿,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我的城只有微笑,看我要记得嘴角。 阳光开朗大的孩儿,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我只是路过碰巧,被卷入正常。 这本能把它扭开朗大的孩儿。 我只是把爱ate梳里的那种的包子曲。 是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有一天,唯! 我们俗读的与规定,我可以看到你。 这本能不能够闷了。 我只是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我只是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阳光开朗大的孩儿。 我只能够 Drake的期待。 中文字幕——YK